这个还得看人,看每个家庭,然后看大家的教育程度怎么样,比如说婆婆跟媳妇都是大学教授,那很难不合,因为大家的视野、见解差不多,对于很多的价值观,或者说在金钱上的看法都是一样的话,正常来讲就冲突不大,中国的很多婆媳不合,主要问题还在于,就是双方之间,就是学养, 互相之间学历,还有受的教育程度是不一样的,然后就会产生大量的类似的问题,一旦假如教育都上去了,我相信未来的婆媳关系不会像目前中国这么糟糕,因为我们中国目前的婆媳关系,上一代人往往就是高中学历,婆婆是高中学历,然后媳妇是大学学历,这样子大家对于一些金钱的观念处理,一些物品的观念, 比如说,一些老太太,她总是觉得家里任何破烂都要收集起来,不要扔,新一代受到良好教育的媳妇就觉得,这个家里很多的平平观观的东西,过一段时间就应该大清理,扔掉,生活习惯的不同,会导致种种的日常小矛盾,小矛盾一旦爆发了,就呈现在众人眼前,就是所谓的婆媳不合的假象,假如说你很在意这些问题的话,你就尽量的搬出去住, 比如说你跟你的媳妇已经成年了,然后就搬出去住,假如你会非常想念母亲,越简单,就是搬到离你这个婆婆,比较近的一个地方,一两百米的地方,然后大家分开住,平常又照顾得到,又见得到,然后双方的家务又不会互相干死,